讲到这个眼睛红 前几天我到一家店里面去吃药膳 上个礼拜天吃药膳 那么他药膳里面给你放酒 而且是自己酿的米酒 我现在目前来讲 我是不喝一滴酒 一滴酒都不喝的 为什么不喝酒 倒不是是我把酒完全禁掉 便不是 我便没有禁酒 我到最后有禁酒 以前是没有禁酒 以前我当军人的时候 我的行经床我出去测量 行经床一打包 要离开这个测量这个地点的时候 把行经床一抓起来 那酒瓶就滚出来 我不管白天晚上 我的水壶里面是装酒 有空就把它吸一溫 我以前当军人是喝酒喝得很凶的 后来自动他戒了 为什么 因为我喝了酒 眼睛就红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喝酒 这个礼拜三就吃药膳 药膳它质量的米酒 放在药膳的汤里面 那么我以为是 它是药膳嘛 里面没有酒 我就灌了 灌下去 没有酒味啊 全部都下去 结果前身跨它 对不起 我今天这个右眼的 这个最右边 眼睛右 我现在要等它自然好 自然好就是说 它不需要七天 九天 星辰代谢以后 它慢慢恢复白色 就会好 大概七天到十天吧 那我现在眼睛还是红的 你刚好讲到眼红 进去看 它有一点点 是有一点 是有一点 因为我这个老了 年纪大一点 七十岁了 眼皮下垂 所以刚好把红的遮住 好 我应该去拿一下这个 肉毒感净啊 或者给它 把眼皮拉上来 就会比较会垫的 比较会垫 会放垫 眼睛垫成眯眯一眼 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 是这样子 什么原因让你眼睛 你要找出这个原因 你避免去沾上了酒 不要去 不要去沾上了酒 因为让你血液循环快速 这个眼的血管破裂 就会产生这样子 这是一个原因 那你以后 就不能说 去做这个事情 任何一个事情 你去做了 有正面 有反面 你要考虑到 做了会产生怎么样的心情 这个时候 你必须要作为 你自己的借力 就是变成了借力 像国家有国家的法律 那么我们个人 有个人的借力 生活上 生活上的借力 每一个人 自己什么东西 不能刻意碰 你就不要去碰 国家法律规定的 你就不要去碰 你就可以做一个正人 你讲说什么叫做正 你的问题是什么叫做正 不要去想正 不要去想正 我昨天的说法 在雷杖是忘掉的 我现在跟你讲 把妄念砍掉 剩下的就是正念 昨天我讲两条嘛 我只讲了一条 对不对 不怕念起 只怕解除 第二条就是说 不寻求正念 你把妄念砍掉 就是正念 把假的拿掉 就是真的 把迷的拿掉 就是误 就是开悟了 迷惑你的拿掉 就是误了 把错的拿掉 就是对 把这个妄想的拿掉 你就产生了正念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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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